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來到9-0 港超聯 當然跟大家回顧一下 昨晚烏茲別克對著香港隊的賽事 也是短期內兩戰烏茲別克 昨晚0比3輸球 所以這條片都會說回這場賽事 我看到什麼情況 再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意見 這條片可能會比較短一點 希望做到真的短一點 因為上一條片講話 其實在這條片很多東西都差不多 而且差不多重複的位置 我就不多再詳細去論述了 因為可以看看上一條片 其實情況是相近的 這條片可能集中一些支持是怎樣產生的 然後場上跟上場有什麼小分別呢 用人分別有什麼分別呢 都可以在這裏分享一點點 球員表現就 個別一兩個講 整體都 我不想逐個球員拿出來 去踩的 所以 有些球員當然我覺得都是要提出來 如果他真的表現得不好的話 但是 逐個踩就不好了 有些球員都可以少讚的 有些都還是表現得好 所以就是 這條片的設計就是這樣 喜歡的話呢 或者 繼續想留意港超聯的話呢 記得訂閱頻道 按鈴鐺就不會錯過下一條片的了 就來充3000個訂閱了 希望大家就 分享給朋友仔看一下 叫他們都按訂閱 按鈴鐺就是訂閱 希望頻道可以快點過3000人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小鼓勵來的 因為我又記得是 當時剛剛過1000人的時候 我是挺開心的 我終於有一個 我自己做管理波的頻道 追到過1000 有四位數量 我都挺開心的 現在就在2000多個位置一段時間 希望快點到3000 三字頭是 好二頭一點的 我自己本人也是三字頭 希望就是這樣 另外就給個like comment講一下 這兩場 對著烏斯比哈你可以有些什麼分享呢 特別是這場有些什麼感覺呢 你覺得是不是 已經沒什麼脾氣呢 已經輸到 沒什麼感覺了 開始輸到 沒什麼好說了 罵也沒什麼好罵了 是不是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呢 我有一點點感覺 然後就 課金支持小弟 希望大家給他一點點的支持 多多鼓勵 Pay Me 那條link在 Description box那裏 另外轉數快的ID 都在這裏 歡迎大家可以用不同的途徑 令小弟的造片動力 繼續維持著 那麼 事不宜遲 馬上就講一下 這集的主要內容 先講排陣 排陣方面跟上場是明顯有分別的 因為有些球員退了隊 所以就一定有不同的 但是 箭頭位置 似乎都算是 見到上場 我當然是真的沒辦法在前面拿到球 所以就這場就用了Michael打正選的 右翼是潘佩軒 取代了艾華頓 退了隊的 另外左手邊 繼續都是這個 早孫組合 早煉盧踢左翼 孫明顯踢左閘 另外中場方面是 陳兆君 胡俊明 陳俊諾 右閘就是余子林 中建李毅海 取代了艾里奧 艾里奧都是 不在大軍之中 周元德繼續在 葉鵬輝也繼續在 整體佈局上 我認為用Michael打正選 是合理的 上場 後備上來看見 他似乎成熟度好了一點 之前呢 總是覺得他 很幼亂 尤其是在亞洲杯的時候 總是覺得 緊張 很不成熟的表現 其實 這兩場對著 烏茲比亞拉賽事 他能夠上陣 雖然也不是發揮到很多功用 無意在這裡要 吹奏Michael 踢得好 我也不覺得他特別踢得好 但是 我覺得他在場上的身體語言 持球的時候要做些什麼 我覺得這一部分 其實他有進步和有成長度 成熟了 定了一點 但是也有失誤 也有失誤 而且 其實這場球 在他們 球員的眼神 在他們的身體語言 其實大家的戰意是 不強的 坦白說 戰意不算強 似乎 大家是覺得有少少 我自己起碼覺得有少少 猜前是有一種 難聽少少說 有少少打定輸數的感覺 所以 球員之間的眼神 都 不算太強 那個戰意 但是也要應付 也要面對 是不是 那好了 那就講一下這場球的情況 是怎樣 其實早段我覺得 烏茲比克有少少想 想收藏在中間 中後場位置 他是引你出來攻 我想烏茲比克上場 他看到了一件事 就是說 他知道香港隊其實 中後場串連的能力 甚至推進能力 前場組織能力 是欠逢的 所以 他們 我想是挺有信心 認為 香港隊的中場 是會自己犯錯 是會自己扭 扭不定 然後對面 一撲出 一拍就會掉 所以 其實早段對方 有少少收縮感 不算整隊 蓋上來的 反而 在中線附近 等你犯錯 然後截你反擊 然後就打一些 三打三 甚至二打三 二打四 他都 打到那些快攻 然後直接 威脅到你的 我想他們的部署 是這樣的 但是這場 香港隊在防守上 我看到是比 上一場 都算是更加保守的 基本上如果 一落到禁區附近 一低位的話 一防守的話 基本上是兩個閘的 這場有一件事要說的 早年路是 明顯是被安排下來 一定要回防踢閘 如果一中低位防守 一定是踢閘 然後就 孫敏謙在他後面掩護著他的 最少兩個是馬力協防 那麼 其實如果他們 守低位的時候 香港隊是沒有 虧太多 因為人數優勢 有成五六個球員 在禁區附近 佈防 其實就 人數優勢方面 再加上 防中移 有時隨時 如果對面打側擊的話 是有成三個球員 還會圍著他的 所以 人數方面 沒有輸太多 但是 自己有時 手串攻之後 慢慢推上去 在中圈附近 有時 猜幾腳都猜得不順 倒腳球其實都 做得不好 即是有時 明明中圈對方都沒有怎樣逼 猜多幾腳 倒腳球都猜得很緊張 一兩下就很容易控失了 其實這些 對方都沒有迫的時候 一兩下就 猜到腳都控失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心理上 都太過緊張 緊張 怕犯錯 越怕犯錯 就越會犯錯 我之前 經常都說的 你做什麼事都是 你一個人 一做一件事 尤其是考試 考oral 建功 你一想著那件事 你很怕會犯錯 那個犯錯的機會率 就隨之而增加 所以 我看到昨晚 香港隊的球員有這個情況 在場上很怕脫掉 結果越怕脫掉 就越縮手縮腳 就越會脫掉 就是這個情況 另外 手轉弓方面 這場球的手轉弓 跟上場有不同 上場是明顯後場 難聽說 一旦扔上去 隨便合眼 隨便找人跑 跑不了算 送回那個球給別人 這場呢 手轉弓 我看到 算是有些耐性 起碼 譬如兩閘拿到的時候 是會猜回到中場 再上去前面 希望放一些 中腰球 彈前一點 給Michael去跑 這樣子 但是當然 全球的質素 真的一般 傳到一兩腳 第三、第四腳 想給少少中腰球直線 去前一點 尺寸已經不好 對面遮線都遮得漂亮 令到其實 進攻質素不足夠 其實球權就浪費了 浪費得多 在這場球 尤其是上半場 前場的控球時間 多了少少 得益於在上半場 我記得 十幾二十分鐘 有一段時間 都有蓋上來 逼一逼 大約 蓋了三分鐘左右 逼了三分鐘左右 是逼到效果的 對面也有少失誤的 但是那個時間維持得很短暫 只是逼了三幾分鐘之後 中場又自己犯錯 中場一自己犯錯 其實就 團球 對面 就打快攻 其實對方一直的設計 就是等你這件事 你不是局上來 搶吧 好 讓你搶到 你 手轉攻 手轉攻的時候 你攻擊得到不好 刺球時間 刺球能力不好 砰 轉頭我又拿得回 再打快攻 所以他們就 反而這件事是聰明的 但是前場 其實Michael算是 叫做 拿到下球的 有時有 地球的進攻 他也算是拿到下球 但是他拿到球之後 其他隊友怎樣去連接 這部分就 頑皮一點 不是那麼多隊友真的追蹤到他 或者不是那麼多隊友很放膽 蓋上去攝 甚至Michael自己加球的質素 都不是球球那麼穩定 又是浪費了一個球 塞球那球呢 上半場 上半場第一球 其實就自己中場應該是陳俊樂 就是 撐球撐久了 所以我就剛才說這件事 就是自己犯錯 其實根本本身 陳俊樂控的球 其實他本身 不大壓力 但是他控的久了 想多了 結果對面一撲撲上來 然後就 掉了 然後就幾個國隊球員過去搶 結果就全部都 飄得失了 阿海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飄到中圈附近 搶 但是問題是他那個位完全不到 就是他飛去那裏做什麼鬼 好了 然後阿海飄上去 胡俊明回到中堅位補位 但是問題是對方呢 就傳中那一下 其實轉個弧道 轉得漂亮 那麼胡俊明回到中堅位 其實他不是很firm 就是他 也是回到來 打算站在那裏 但是他沒有很主動去 截球 所以那個球其實也是在胡俊明前面 兜過了 如果他很firm地 回防中堅位 其實看到那個球在自己附近 準備到的時候 我想其實他應該會很積極衝 撞走那個球 但是他沒有 後處周圓德還沒有到 對面又是 很簡單 就入攝 就差一差 那球球 阿輝是沒有反應的 我覺得 很難怪阿輝有沒有反應 因為那球球其實對方差到來 就是 我想阿輝 做準備那一刻都沒有預計 原來兩個隊友都完全 碰不到那個球 然後對方又差一差 其實差 尺射 尺射 尺射的 其實尺射都在網上 蠻刁 所以那刻就 就算阿輝有反應 都打算進了 那球都摺不到 很難看擋 上半場其實 都不用用很多 壓迫 都不需要用太多力就已經領先 那麼去到下半場 繼續都是有在中前場 有時一次球就是控兩腳就不穩 傳兩腳就不穩,很容易掉 有時候有些情況是對方只有兩個人 我們有成四五個人都可以 人家都可以完成到的攻勢 那麼這個就是那個質素的差距 這些就是上條片講的 速率上的差距就這樣 大家正常跑都跑不贏 所以這個是難以去修補的差距 其實去到下半場 對方我覺得都有點羞愁 不是說太過用力去攻 反而上場在旺角場 對方其實是頗用力去攻 只是上半場 即是說上場的上半場 就是阿輝很神勇 然後就有一條門柱 夠一夠這樣 這樣叫做不用塞這麼多球 反而這場球其實烏茲比克 沒有用太多的力量去強攻 純粹看到空間的 我就把直線撞出去 有半單刀或者一單刀的 就要撿 沒有就算 那麼 香港隊主要都是 出不回去 其實就是六十多分鐘 對方的失突二球 其實對方引到 有路進去中間 按區頂位置 其實我們是救人手 但是沒有人拍過去 沒有人拍過去 令到他們的機會多了很多 所以基本上 放了機會被人射軟射入了 都是很漂亮的 那個軟射 門前彈地 又是很難救 還有一樣的就是 我們禁區頂 似乎就是 完全被對方棄灑 完全被兩個級數 兩個世界的球員 對方其實在禁區頂上 很輕鬆 可以扭你兩個 即是有時候 左級右級的假動作 是完全扭你了 所以 沒得打 七十分鐘 對方有一個單刀的機會 其實是我們中場 有少少 都散了 我覺得戰意開始崩潰 他在那個階段捱 即是等完牆 那就標前了 標前了的時候 後防都沒有什麼球員 留意到 對方有些球員跑穿了 對方一湯 我的單刀 出來就3比0 其實阿輝都已經有救過那些單刀 對方有些單刀是入的 但是阿輝都力玩狂難 救了一些很險的球 即是有兩球左右 對方又是差不多入 但都救了 那就 七十多分鐘那段時間 香港隊最散的時間 即是對方在禁區頂 是為所欲為 而且因為對方都換了後備出來 即是他們的後備都搶一搶僵 找些表現 所以其實七十多分鐘那段時間 香港隊都受幾大威脅 而不用輸 對方有一些軟舍 又中微柱 那樣 那麽 整體 整體 看到的就是 我們其實 因為如果一無雜訓的話 只是 所謂林士拉夫 埋班 操練幾課的話 其實是根本跟不上速率的 所以 關鍵就是整個聯賽速率是不夠 那些球員都不夠快 不夠快的意思 除了跑得夠不夠快之外 就是 控球 直到再傳球出去 那一刻的節奏都很慢 所以令到 自己為什麽多犯錯 就是 當自己一想下去 一慢了 對方稍為 跑近一點 就已經馬上失誤 我記得有個畫面 我是頗深刻的 不是想針對球員本身 但是覺得這個位置是差距 就是潘培軒 潘培軒在下半場 然後就 在右腦的位置 扔著球 想單對單對著對方的防守球員 單對單來的 那潘培軒呢 一上腳那一刻 就做了幾下假腳 然後就想推 到底線上 我覺得 這個是正常的 就是逆風 當然要做一些假腳 就是突破 就是想 叫做 拼對手 但是 我覺得最 最 最 令人絕望的是 對方的防守球員 是沒有動過的 其實對方的防守球員 只是站定定 看著你在做假腳 因為我都頗相信 就算 孔寶寅和 那個左閘 就這樣跑一段 那個左閘 輕鬆都比潘培軒 應該快 我想潘培軒 在聯賽來說 如果真的鬥跑一段 其實他都算是有些速度的球員 但是對方的左閘 我相信很輕鬆 鬥走一段 他都應該贏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做多少假腳都好 就是怎樣想爆也好 想推也好 其實對方是完全不害怕的 就算是無所謂 我就算被你拼到一下假身 我都追 追得回 我失了位也追得回 我頗相信對方有這個情 有這個心態 所以 這個就是 難以逾越的差距 這場球 其實我覺得 在 心態上 其實在開球前 已經輸了一折 我也感覺到 另外 不是說放負 但這就是 我們現在 甚至在未來 都一直遇到的 情況 就是 我們對同級對手 是有比賽內容的 可以踢得不錯 對同級對手 踢得不錯 但是 經常都收獲不到 一個好的戰果 對一些強的對手 有時 有集訓的話 或者練得比較久 一些操縱速率的話 強度 保持得到的話 有時 可以踢一些 很精彩的賽事 例如 亞洲杯裡面 對阿聯酋 對伊朗 是踢得不錯 和精彩的賽事 但是 僅至於此 都是沒有結果 好了 都是一些 弱過自己的對手 太弱那些 其實是 你只是 所謂幫自己 HAPPY一下 治癒一下 實際來說 是否真的 能夠幫助 對手提升 都是未必的 所以 未來留下的課題 就是 安達臣 是否續約 續約之後 方向怎麼走 一個教練 其實 都 不足以可以 改變整件事的生態 整件事 整件事 足球這件事 整體的 水平 其實 我想一個教練 是不足夠 是 整個球試 球隊 球員 教練團隊 很多東西 整個市場去配合 這樣 在這件事上 我想 安達臣 當然 大家都想留 其實就算 留不到 或者留到 都是 未來 都是 有很多事情 是要去 去 考究一下 怎樣可以 令到大家 不用每次都要靠集訓 才可以令到香港隊 可以提升到一個 好的位置 當然就是聯賽速率的問題 講來講 這個講到後 都很醜 但怎樣去 將這件事變好 這個已經是另一個課題 我不打算在這裏探討 或者我不打算在這條片裏 講太多 因為是另一個課題 和大家都已經 充滿著廣泛的討論 這個課題 我就不在這裏再講 我比較專注 每場球的表現多一點 所以這場球整體表現得不好 而且其實防守方面 都見到 基本上 都是沒有壓迫什麼 很短時間 所以 就是說 一件事 可以我們基本上掛勾 如果 集訓時間越長 練球時數越多 即是港隊集訓時間 越多的話 能夠製造到壓迫的時間 或者能夠透過壓迫制造到好的比賽場面的時間 就越多 這就掛勾了 你如果這麼少的話 即是這麼少集訓的話 這麼少練球時數的話 就是這樣 你出去又好像看901 難聽說 其實 上場 還是今場 難聽說 我都覺得和901分別不是很大 大白大巴 然後 其實 都沒有什麼攻勢 而且 都是一堆人在禁區的防守 都是沒有什麼效果 有些球員可以討論一點點 早練奴這場球 他回防已經回得很勤力 而且棋位方面 我覺得比上場好很多 而且他回防之後 手轉攻 他有一個效果是好的 就是 他比較敢拿著球上去 透過地面的推進 給隊友 然後組織一個地球的手轉攻 相反 孫敏謙如果踢一個左閘 其實這場球我對他的用球質素是失望 因為他在低位 一時一截到球之後 馬上大腳向前 不斷大腳向前 用球太保守了 就是太過 可能這個跟他的性格有關 是不是呢 因為我不對孫敏謙的性格 我估計 都是一個謙謙君子 很乖的球員 但是這一類的球員 通常都是會做足本分 做足本分的人 多數都是一件事 就是避免犯錯 那個底線思維 首先就是避免犯錯 所以其實如果他踢左閘位 很多時候拿到球 他就不想犯錯 都是大腳向前 反而欠缺了一種進取和冒險精神 這件事其實對於球權來說 我覺得很浪費 反而 祖練奧回防回到左閘 或者當作左翼衛也好 左閘也好 他拿到球之後 他比較富有冒險精神地 推翻球 再生了 回去中場找隊友連接 這件事跟上場有些不同 上場就 大家都是這樣保守 向前扔 但是這場球 部分球員都不是直接向前扔 所以是有些分別 然後中場方面 胡俊銘是否看得挺累 都是那一句 他這場球也是有那個情況 就是 他防守非常勤力 但是手轉功用球的質素 還是不好 陳少軍就存在感比較低 其實陳俊駱這場球 都是很慢斜邊 即是上場踢得不錯 但是這場球 其實失誤都不算少 但是見到他有失誤得來 他都幾能夠堅持地發揮到自己 在用球方面的質素 是比隊友好 陳俊駱 但是失球球是關他的事 還有他都有犯錯 有失誤 所以整件事都是明顯的 不過有些球員可以贊一下 我覺得周元德 其實 縱使這場球都是不如意的 跟上一場一樣 但是真的有很多環節 周元德是交足給你的 即是縱然都是不是完美 但是他那個防守的能力 有一球手單刀 手對面單刀 從後而來一鏟 雖然都少少鏟到對方 但是都中了一球 那一下其實我都非常欣賞 過往大家都是討論周元德 跑得很慢 但是其實我見到他 現在應付國際賽 他又 你說他慢 他慢得來又不是說 真的慢到歸這麼慢 即是他都追到 你看其實 兩個追一個 對方單刀那球 他回防 回來撐到那個球 應該是上半場 撐到那個球 其實 喂 他真的很慢嗎 可能又不算真的很慢 有提升的 速度方面 有提升的 我不是想說他就是完美 但是我也想說他 他是有瑕疵得來 他也是有他的特點顯示出來 另外就是葉雄輝 救了那些單刀球 還有救了那些漂亮的遠射 其實那些球 如果都是難處理的 如果搞不定 其實都失去四五球都不期 另外 後備出來 就是阿永佳 60分鐘出來 其實他就不斷和後場的投訴 阿永佳 他投訴什麼呢 他主要是投訴孫敏謙 看到身體元 兩個就不斷在那裡 攤手 因為孫敏謙有時候 經常大腳向前 阿永佳拿不到 阿永佳可能覺得 喂不用經常這樣 我拿不到球 可能是這樣 即是他們的溝通就是這樣 然後見到場上 大家似乎 不是很吻合 那個節奏 或者是大家 用球的方針都不吻合 那這部分我就不知道了 這個要交給教練團隊了 另外就是 林諾勤也有得上陣 林顯廷 徐宏傑 最後余在賢也有上陣 那這些就 林顯廷那個位 其實就見到現在 胡俊銘我覺得有少少 去到一個樽頸 就是破壞足夠 但是 手轉弓那一刻的細緻度 不夠 那麼這件事 會不會被林顯廷 可以取代到呢 這是一個問號 我不敢說 是不是一定不行 因為如果要破壞的 Effectgo 絕對能夠破壞 他能不能夠透過他的 天份和小小的技術 能夠在手轉弓那部分 可以再有進步空間 做得好過胡俊銘呢 這是一個問號 我覺得未來還可以再探索 這件事 因為我感覺 看了胡俊銘這麼久 暫時他手轉弓 用波哥拍 好像 少少在一個 見得底 不好意思 看不到再有變化的空間 那麼林顯廷會不會有呢 我都不知道 過往都說林顯廷手轉弓 都處理得不好 但是因為 看到他近年有不同了 整個人 而且 如果態度有不同 會不會這一部分 都可以透過很多不同的磨鍊 去打磨到他更好 林顯廷手轉弓傳 波哥拍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可以去探索的 可能性 但是我不會講死話 一定要取代到胡俊銘 未必的 因為林顯廷也有他的缺點 看看大家 取長補短 平衡各自的厲害之後 看看會不會有這樣的 互相競爭的可能性 其他球員都 沒有什麼好談論 存在感都不高 而且貢獻都不大 這條片 大約那個 分享就到這裡 不算很長 差不多半個小時左右 來到這裡 總結就是 這兩場球 讓我們看到的現實 雖然亞洲輩 踢出來的比賽內容不錯 授角方面 都有一點點讚賞 都說場面上 都不輸太多 對伊朗 對阿聯酋 但是基於前提 就是要很長時間集分 我們沒有條件去做這件事 未來的路怎麼走呢 我自己悲觀一點 比較少看香港隊 其實未來的賽事 都會是 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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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隊 都會為他們 繼續打氣 為他們 繼續 說話 縱使 不是每條片 都說他們 踢得好 踢得好 有時候可能很沉重地 要說他們怎樣踢得不好 但是 我心路的歷程就是說 其實你猜 就這樣 放在自己意見上網 說他們 踢得不好 其實都不好受 我相信球員都會聽到 有可能很多球圈人士都會聽到 其實 是的 我覺得說這些說話不好受 我自己本人都不好受 但是 如果 只是說 他好的事情 但是 其實這樣也說不出事實 我覺得 照顧大家的意見 重要 但是最重要 我還是要照顧一下 我自己的感受 我做YouTube 我是想照顧我自己的感受 滿足我自己的發表欲 所以 基本上 我做YouTube的前提就是 我想說什麼 我就要說什麼 不是因為 基於某些人想聽什麼 我就說什麼 這個就是 我自己的 宗旨 好了 這裡講經講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不好意思 最後都呼籲大家 按下一個訂閱 按下一個小鈴鐺 幫我快點衝破3千人大關 另外就給個讚 另外就分享給朋友 看看你的留言 說一下你對香港隊 這場球的感覺如何 另外就課金支持 少少的支持 多多是鼓勵 可以FPS轉數快 可以payme都OK 歡迎大家 令小弟維持著造片動力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